这个决定起因于天津将承办2008年 北京奥运会足球预选赛 这让人们重新燃起对天津作为国际都市的记忆 所以维修工作聚集了意大利和中国两国的建筑专家 里头的天派的图案也都是狼 非常看文 要治疗和了重新建筑专家 这意味着重新建筑专家 历史过程,过程 意味着 意味着重新建筑专家 这意味着重新建筑专家 如果想要进行对未来 你必须要有过程 这是芭芭拉在天津度过的 第一个圣诞之夜 朋友间的聚会 可以让她暂时忘却对故乡的思念 并且有机会体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在职业习惯和好奇心的共同趋势下 芭芭拉来到了天津最古老的酒店之一 利顺德 利顺德曾是旧天津英国人社交圈的中心 建造于1863年 现在酒店用一整面墙展示出 到过这里的名人的照片 利顺德历史不单单管利顺是利顺德 而是天津市近代是那么一个缩阳 因为在那个年代特定时期 那么说一些个大关显贵来讲 他们一些活动都在这个宾馆里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来过这里 还有戏剧大师查理卓别林 孙中山 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也曾在这里弱著 那时据说有一个被孙中山赶下台的人 也经常在这里出没 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普遗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 总是对他念念不忘 胡佛来到中国时 还只是个矿业工程师 他把利顺德当成了他的家 他的房间如今已经被保护了起来 胡佛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被淡忘了 人们痛恨他执政期间造成了1929年的 证券市场暴跌和经济大萧条 但是起码在天津 胡佛先生还是受人尊敬的 几年前两个饭店员工在整理仓库时 发现了一份老菜单 通常菜单只是简单列出菜肴的名字 但是这份菜单却引出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1936年 天津足球队在利顺德设宴 招待上海足球队 球队中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唯一一个中国球员 是一个叫李慧堂的足球巨星 他是那个时代的贝克汉姆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话剧雷语的公演轰动了中国 此剧的作者曹宇也因此声名雀起 一些西方的评论家称他为 中国的莎士比亚 因为他的作品中 蕴含着人类共通的观念 曹宇的家就在意大利租界区内 在这所房子里 曹宇创作出了很多话剧名作 大多数剧中的人物 情节甚至舞台布景 都是在这里活生生地孕育出来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 这些景象依然留在中国的舞台上 而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这所老屋 也开始重新进行修缩 有时这看起来就像是个侦探的故事 不久前 作家杭英接到奥地利朋友盖林的来信 请他帮助查找他的父亲 罗夫盖林当年在天津建造的投房 随信寄来的还有几十张老盖林设计的图纸 杭英有点担心 因为图纸上并未标明房子所在的位置 落大的城市该到哪里去寻找 再说都过去七十多年了 谁知道都发生过什么事呢 杭英决定从五大道开始 他按图所记事地寻找 因为这些老房子 我们也不知道哪座是盖林设计的 因为这一张 因为我们谁都知道这是民园大楼 但是这座楼不难找 但是我们确认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左看右看 这个图纸上是三层楼 可是这个楼是四层楼 后来我们经过向房管局咨询 才知道它是五十年代加了一层楼 所以确认一座老建筑 往往也是很困难 杭英带着图纸 穿情在天津的大街小巷 有时候他还要请朋友帮助提供献 就这样 半年时间里 杭英已经找到了十几座 杭英说 每找到一座 都会让他特别高兴 特别有成就感 我就在市区的各个街道 各个租界我们几乎都找了 就没有这座房子 后来我就想起来 我小时候来过这个一昭的院里玩 我就知道这里边有一些老的洋楼 我们就进来找 就按图索记 在这里找到了两所楼 经过我手找到的盖玲的作品 现在留存的还有20座 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盖玲 曾在天津居住了30年 其间他设计建造的西式建筑 有100多座 杭英发现 盖玲当年设计的小洋楼 具有特别的建筑风格 其中一座小洋楼 位于五大道的昆明路 与木南道的交口处 整座建筑杂柔了广泛的建筑元素 它有着德奥式的尖顶 英式宽敞的名窗 意大利中世纪式的拱门 中国式的门环 庭院里还可以见到 中式的月亮门太湖石 因为这一座座 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 古老的城市 便有了些许异域色彩 这栋小洋楼的玻璃 来自遥远的比利时 据说当年为了把玻璃 从比利时运到天津 费尽了周折 房子的主人或许不会想到 作为品位与财富象征的洋楼 会让今天的人们依旧见面不理 就是说一个城市 如果它光有商业 光有经济 它顶多是一个浮潜的商部 它靠的是什么呢 自己的文化底蕴 它就靠的就是这些建筑 实际上是城市的记忆 和城市的历史 而且当这个建筑 它后边有些背景 比如说谁设计的 哪些著名人是在这里居住过 在这里发生什么历史事件 那么我们把这些挖掘出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历史 一个天津城市的一个 活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呢 它的魅力就在于这种老房子 老故事和老的人物 历史事件等等 我想这就是我们做这项工作的 价值和意义 原本杭英是个著名作家 但是他近来很少有时间 从事他的小说创作 因为他着手了一项新的工作 他要搜集有关这个城市的故事 一个重现天津辉煌的故事 这座由意大利人建造的房子 有个别名叫哥大楼 传说当年一个意大利人 到砖厂买砖时 看到地上堆放着碎砖 他突发奇想 与其把它们扔掉 不如用它来建造一栋房子 几年前一个天津人 买下了这种房子 开办了一家餐馆 取名能吃的博物馆 博物馆怎么能吃呢 答案就在餐厅里 将文物收藏与餐饮相结合 这个创意来自这家店的老板 50岁的张绵志 这家餐厅不仅给他多年收藏的文物 找到一个充分展示的机会 这里的服务员也格外与众不同 他们不仅给客人端茶送菜 还作为导游为客人耐心讲解 在张绵志看 文物与人总是有距离感 要缩短距离 只有尽可能地让人们接近他们 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 能吃的博物馆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张绵志和他的餐馆都出了名 五年前张绵志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 他把四亿多片古瓷片 五千多个古瓷瓶 四千多个古瓷盘 瓷碗 统统装饰在一座四层高的房子上 他给这栋房子起名叫瓷房子 我觉得给瓷赋予他第二次生命非常重要 你看这样的东西 你说你给他这儿聚了 聚完之后完整了 然后放上水晶 再隔上灯 它出现美丽了 如果你想看那墙都是用这样 给他胶筑起来了 能传承下去 我想收藏 如果你不给他传承下去 不给他第二次生命 你再不给他延续 你收藏有什么意思吗 你放在家里头 都裹起来 哎呀 这是宝 那宝不重要 重要是过程 重要是我们中国的历史 此房子位于天津繁华的商业街 劝业厂附近 它始建于一百多年前 过去曾是一家银号 因年久失修被闲置多年 张连志幸运地 抢先买下这种房子 便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构思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遇到了一个全世界收藏家 都头疼的难题 这一 diagnost来是一百多年 只要有什么人 真是一并非 这么多年 还不下卤 我